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先生 其实中东目前最热闹的事已经不再是伊拉克 也不是伊朗核问题 也不是叙利亚 而是以色列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哈马斯 对加沙地带进行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这一次对哈马斯的这个动作应该说是近年来比较大的一期动作 而且以色列前十天狂轰滥炸 随后甚至都准备要动用地面部队了 大有另外一次的这个巴以战争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都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如此下重手 这个背景来讲还是首先要您刚才说的有这几个事情是非常好 说明我们首先要看到中东的事情不断 也就是说中东的问题完全由于这个美国所谓要重返亚洲 并没有解决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 还是留里堆滥炭的 中东和平的核心就是巴以冲突 没错 巴以冲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两个地区 那么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这个方面是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2006年以来 基本上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 虽然我们说是巴以冲突但是这个巴方是分为控制约旦和西岸的过去的这个巴结组织法塔赫这个阵营 然后控制加沙地带的就是哈马斯 所以呢哈马斯在对以色列的这个这个巴以冲突的问题上是属于传统的强硬派 那么不如承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这个生存权 要加一句哈马斯属于伊斯兰叙利派 对 那么那在这个他的这个作为这个派对 所以哈马斯的最大的背后的支持者来自于土耳其和卡塔尔 这个中东地区是非常的复杂 各个国家到底谁 有点乱 哪个组织和哪个组织之间是互相这个支持 是非常乱 但是在哈马斯的问题上的确这是这个20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哈马斯进行过就是几次打击 那么加沙地带呢是一个都大家如果要是看这个地图 加沙地带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这个地带 是介于在西奈 埃及的西奈半岛和这个以色列之间 所以它和整个巴勒斯坦的大部分的土地 所以约旦和西岸的大部分土地是完全分离的 它自己一边靠海 另外几边都是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那么这个地区呢在1948年巴以这个冲突就是分制以后呢 一开始从48年到67年之前是由埃及在控制 属于埃及 对67年之后呢就是巴以战争之后呢 就是叫埃以战争之后 然后这个以色列在占领这个加沙 一直到90年代奥斯陆协议之后 也就是94年应该是上一次克林顿总统的时候 然后才把这个权力归还于巴勒斯坦人民 然后之后呢大概在2006年期间 这个哈马斯就通过民主选举获得这个 所以就看得出来 他把发达和轰出去了 对 看得出来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他们这个巴勒斯坦当地的这个居民中间 还是有很大的支持的程度 自打内之后 在2008年2012年两次 以色列都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主要的问题是要解决 有一些武装人员 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 利用加沙地带 因为加沙地带就直接在以色列内 直接靠近以色列了 所以发射导弹啊 或者是就是火箭 这些东西 就是打击以色列的这个目标 所以呢 过去的几次都是通过空袭啊 或者地面部队的做手术式的这种打击 那么现在的这次规模好像又很扩大的比以前还要打 然后战斗的激烈程度 包括伤亡都要打 原因呢 是因为过去打完了之后 他们又恢复了 然后过去的这个火箭发射器 可能这是一个暴露的目标 现在呢都放到这个地下的掩体 或者是一些民用设施的这个中间去了 而火箭越来越先进 火箭也越来越先进 射程越来越远 打得越来越准 所以呢 这个战争的这个烈度 或者是这个对平民的这个杀伤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又有可能引起一个很大很多国家卷入的牵动各方的这个利益的一个一个危机 而且哈马斯呢 还有一点哈马斯呢 他和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他们是一起的 而且得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 随着埃及的革命 埃及的二次革命之后 穆斯林兄弟会的执政被推翻之后 其实哈马斯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削弱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以色列 为什么要告诉美国说 要支持 埃及的军方 推翻穆斯林兄弟会 这里面有一个哈马斯的问题 对 非常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在此 这个 这一次危机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停火方案 是由现在的埃及政府提出的 这个埃及政府就是推翻过 过去墨西 带领下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埃及 明显上来的这个政府 所以现在的这个政府呢 是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 那么他们提出了这个和平方案 所谓停火方案 那么以色列很快就接受了 而哈马斯没有接受 穆斯林兄弟会 也是土耳其主要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在全这个整个中东地区 所以呢 土耳其现在对美国和以色列 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插一句啊 土耳其总统说 我从现在开始不接奥巴马电话了 对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美国 现在目前包括克里 克里国务卿 我们美国的这个立场 包括他的这个能力 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因为美国对局面的掌控力不像过去 所以土耳其他不愿意跟他谈话 主要是因为过去可能美国的一些承诺 无法实现 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 叙利亚问题上 土耳其和美国本来是有共同力 想把这个阿萨德政权给搞下来 但是美国迟迟不动 那么土耳其就觉得就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 土耳其在曾经在克里主导下的所谓这个阿以 就是巴以的和谈 主要是在法塔和这个就是阿巴斯 巴勒斯坦方面的阿巴斯和这个 以色列的和谈过去秘密的进行了很多人 但是在大概两三个月之前彻底的这个破裂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始终没有这个请哈马斯这个参与其中 也就是说以色列当时的时候 就没有把哈马斯作为这个交代谈判的对象 所以这是很多这些背景都是导致这个危机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而且大家大家还记得 其实我们在谈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其中我觉得汤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说克里所主导的巴以和谈的破裂 克里为了巴以和谈15次啊 到中东去分别见以色列跟这个阿巴斯 应该说美国用力不可为不深 但是大家都以为这次应该出结果了 应该有个方案了 结果功亏于亏 还是没谈成 当然以色列一个理由是说 哈马斯和法塔赫居然大和解了 这个这让以色列说不能接受 以色列说我不能接受这样 当然我们奥巴马总统的威信和美国在过去很多事情上的承诺 让以色列觉得说 你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美国的总统 他公然跟奥巴马说no 是这样 这个美国这些年特别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对以色列没以关系的 还是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 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是奥巴马希望能够这个在整个战略的这个向这个亚太地区平在平衡的这个大背景下 希望能够更少的减更多的减少这个在美国在中东的这个责任啊和麻烦 那么其中就是我们刚才都说过 这么多的这个中东的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和这个巴以冲突有关 那么和所以为什么克里国务卿或者包括这个美国的整个这个政府会花这么多的功夫和这个把自己的声望都放在这个上面 压住压在这上面 结果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一个也是 我觉得以色列也看到了 那么这个东西本身这个政首先他这个谈判的这个框架里面有着一些很致命的伤 也就是说虽然是美国汉悬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谈判 但是这里面不包括哈马斯 哈马斯是后来所作为这个和 法塔赫的所谓的和解 而这个和解呢 并不是建立在哈马斯放弃过去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的基础之上的和解 而只是一个说 如果我们将来会有自己的巴勒斯坦的国或者是一切的这些东西实现的话 我们这两个这个所谓的政治势力之间我们要和解 所以并没有谈到哈马斯这种政治势力是否接受和以色列的和解 所以以色列在谈了很长时间以后 他会认为那这里面的和解里面如果要是完全实现了以后 如果隔了一段时间 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也形成了一个最主导的政治力量 那所有的谈判来讲就是以色列等于是把自己谈判的 把自己原来所得的东西仅仅通过简单的谈判就攻所送人 那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真正谈判 这个以色列实际上是以色列从谈判桌上走开 他们走开的一个最深沉的原因 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框架下无法实现这个 也就是说接下来很快他们就开始了对哈马斯的打击 那么也是表明因为美国的这个框架里面 美国并不在意今后 这个巴勒斯坦是否这个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承认这个以色列存在 但是以色列必须得在意 那当然了 所以他现在因为没有谈成 所以他现在加强对哈马斯的打击 那么利用的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一些看上去比较小的一些悲剧性的事件 是他这个整个危机的主导 那么包括一些以色列的这个年轻人被绑架杀害 然后作为这个报复一些以色列人又绑架杀害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年轻人 所以这个就作为一个打火索 大家就开始了这个哈马斯开始打导弹 打这个火箭弹 这个以色列就开始打空袭和这个打派遣地面部队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历史背景有点跟这个乌克兰事件有点大同小异 也就是说国际大国和重要军事实力和势力的彼此搏异中 都会利用一些偶发的事件来渲染和扩大自己的主张 我注意到这次伤亡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说以色列在过去跟哈马斯从06年08年212年战争 这次有一个特点 原来是死伤了一个以色列士兵 大概是三四百个巴勒斯坦人 现在这个比例在逐渐逐渐在缩小 也就是说以色列越来越感觉到 他现在要付出的人员伤亡的代价越来越高了 你认为以色列不管他放心不放心 靠强力的军事的一次又一次打击 真的能给自己找到安全吗 他的安全的这种感觉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一个趋势 首先科技和整个生产力的这种进步使得越来越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 就是越来越容易让这些下一次弄不好哈马斯寄回导弹了 对现在只是会组装一些导弹 所以就说他们第一次开始打哈马斯的时候恐怕人家还拿着长毛和大刀 现在已经在拿着这个所以隔一段时间你不知道他会搞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而且这个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常容易获得而且杀伤力很大的包括化物或者生物武器 这些很多东西都有可能都不见得是在这种常规的战争或者是封锁情况下能够彻底这个避免的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安全是一个政治的这个只有政治才能解决安全问题武力是无法解决的 那么在此意义上我觉得以色列目前还没有一个说对此呢恐怕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但是就是在政治上面到底能够有多大的这种让步 特别是在这个以色列还无法劝说他们这种潜在的敌人对他的这个生存权本身的这种质疑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和解的这个余地对以色列人来 所以他们的这个处在的这种局面呢是有点这个让人觉得灰心丧气的 因为你无论怎么想这个事情好像有点无解 所以比较好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中东的局势彻底发生比较好的这个转变 就是一个地区大国的一个平衡和外来大国的这个汉选 地区大国之间首先要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存在有一定的这个肯定 所以以色列过去做的为什么他的一段时间的和平非常重要 就是他和埃及和土耳其做出了这样的一种这种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和解 那么实际上就是从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在埃及上台 也给以色列的一个告解 就是说这些和解并不见得是并不是永远的 对即使像这样的和解都不永远但是毕竟所以就说你要想和解必须要跟所有的地区的大国 小国或者小的势力对他来说的威胁最多就是这个个别的这种危机的威胁 而生存的威胁都是来自于大国和大国的长期的对你的敌视和长期对这个反对你势力的支持 所以以色列必须也要就是说包括全球社会都需要在此问题上做一定的这个思考 这个答案是很难找就是你仔细想 所以我们美国这么多届从克林顿最开始的大家看到曙光的奥斯鲁协议 对对对 到现在其实奥斯鲁协议说起来那个协议到今天已经已经建了20年的时间了 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 20年居然没有任何进展 而且这20年中是美国是一强独大呀 可是居然美国就像刚才你说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美国现在要急于从中东不能说全部抽身吧 起码在一些非重要利益问题上要逐步抽身 但是美国一旦前脚走就留下一个战略真空 战略真空如果是被一些美国希望的人来填补的话还好 如果像被ISISL像这些极端的宗教主义势力 他们今天可以针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政府 当他们做大了 你不敢不保证他会转过头来对以色列 美国能从中东脱身吗 美国现在在中东的这个 有点像这个19世纪这个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这样一种政策 就是欧洲大陆他大家打来打去有很多的大国都参与其中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光荣孤立 就说我们是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对每一个事件我们都会对你有个影响 所以你作为你们欧洲大陆国家打的时候 也得听听我英国的这个意见 但是呢就我和你们各方 我尽量是不采取这种完全和你们这种 那么这种一直到一战之前 特别是当那个英法和这些俄罗斯结成这个同盟国的时候 才才真正的世界变化 原来的时候都是采取这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国的整体思路呢 它是希望能够抽身 然后呢形成同不同的大国之间来汉悬 就是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领导的一个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呢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领袖是领导人是不能退休的 因为大家有事还是得找大哥 因为没有其他人会干这个 你留下了一个真空 你不再管 其他的人就会再来就来管 如果你要是完全放手 当然也没关系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出现的就是实际上出现了这样一种 美国实际上外交政策出现了这种两难的局面 那么奥巴马呢 一方面美国的民主 希望美国从世界上回收 对吧 那么不要到处去管别人的事 这是民众希望的 所以奥巴马实际上也在做这件事 但是美国的民众又不喜欢看到美国人想的事情 在美国的利益 或者是美国人希望的政策在各地都推行不了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在美国这个内政和外交这个中间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美国的老百姓 实际上是希望 从根本上来讲 希望奥巴马这个政府能够从各个地方 比较说收回来 关注国内世界 关注国内啊 减少军费这些东西大家都喜欢 可是每一次这些危机 都看到了这个美国有点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 所以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是奥巴马无能 所以奥巴马在执行老百姓的医院的过程中 一定会让别人觉得无能 所以你看奥巴马的这个 在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受到的批评 就就从别说从乌克兰就从很早就这些很长一段时间 同埃及的谈判也是他的一个败笔 同这个巴以核谈叙利亚也更是败笔 就说包括现在的伊朗核一核五核问题 包括这个现在打哈马斯 就说没有一个他不是他的败笔 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从谈判来讲 也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执行和制定者 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如何平衡自己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愿望和他们对于这种观感 就是感受 感受和真正的愿望利益是不一样的 就是老百姓中间这是有一个脱节的 所以这让我想到什么 当年这个Shandleys Rice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跟中国领导人讲 他说我们小布什总统的想法是世界上重大利益 不要跟他们下面人去商量 咱们大国来协调 来大国来打交道 大国来解决问题 看来这个思路美国也是到延续到欧巴马总统 不过欧巴马的现实的外交主义政策 外交政策应该说对美国过去的 特别是以小布什为首的这种新保守主义 有很大的修正 这个修正的结果应该说 我们应该这么讲说 这是一个逐渐的转环期 美国刚刚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说实话 美国已经目前在老百姓心目中 你得不到支持 如果再去军事介入任何一场战争 可是没有战争 没有武力介入 就无法彰显美国的存在 和彰显美国的实力 彰显美国的威胁 美国外交政策 到底是胡萝卜加大棒 是胡萝卜多一点 还是大棒多一点 你怎么调整 首先要肯定的就是 现在的美国虽然是 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它的胡萝卜比较少 大棒是真正它超级大国的支柱 对 这是它的支柱 和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大规模的支援 是经济的援助 而不是武装力量的援助 那么之后 它也是打了几场战争 来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而现在的美国 军事实力仍然是独一无二 而且是远远超过其他的 第二第三 或者大家 凑在一起都不如它 但是它的经济实力是不少 胡萝卜太少 对 胡萝卜太少 然后美国老百姓又不希望军事的卷入 这就实际上限制了美国的 就刚才我说的 外交决策和制定和决策者 他们的选择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可以做 然后美国现在又面临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们做惯了 其实在冷战时期 它也是超级大国 它只不过就是有一些地方 不管它控制 但是它在斗 斗的这些人的势力 虽然有的瘦大 有的瘦小 但是它自己所控制的这个部分 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多极世界 它实际上整体的比重 比方说在二战之后 美国黄金储备一半 什么这种 这种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它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控制力 那么美国实际上 现在是已经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意愿和他自己的行为 可以做的事 所很多这些东西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这个思维没有更少 也就是说 这就是刚才里面出现了老百姓的希望 和他们的感受之间的一个脱节 就是如果你希望美国人 既不要给别人随便给经济援助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program 对吧 奥巴马需要钱 我们要钱 然后呢 你也不要出去打人 因为我们不想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去牺牲 那你就应该接受 如果人家干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应该说 这个虽然是对民主和自由的伤害 但是哎呀 我实在是对不起 我们不愿意 但是老百姓你看 这个一旦有事 老百姓对此的反弹还是很大 因为老百姓已经习惯了 美国作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 领袖 对 所以呢 一方面领袖不能退休 但是另外一方面 现在老百姓又说 你可以当领袖 但是你不能干这些领袖应该干的事情 你的老百姓可以有这样的希望 但是你不能指望别的人 就是被你领导的那些其他的地区 或者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 美国的外交 实际上它的这种脱节 或者它的实力 从这种实力结构的这种变化 也就是说它的大棒更大 然后呢 俄罗比越来越少 俄罗比越来越少 这种状况呢 它对整个世界 它胡萝卜越少的这个 有的时候它会影响到 比方说它对欧洲 它原来的时候 它根本不在意欧洲 它因为它的这个经济势力下降 它会意识到欧洲的这个经济的崛起 也是对它的一个威脸 制定新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规则的时候呢 各方力量 包括美国和其他的大国 还有其他的这些小的角色 都会愿意在这个中间觉得 我只要努力一下 就会对此有所为自己针对有力 所以说白了 动荡起 也就是说白了 也就是说我们美国的愿望 和我们大国的志向 和我们现在的国家实力 之间有比较大的落差了 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这下我们总统欧巴马让我想起 他在西典军校那番讲话 其实很多人把它解释为 美国绝不做老二 其实我更多的愿意相信 欧巴马在为自己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